他以领口供被判无期徒刑 在预感自己即将面临对手的暗算的时候 他把所有秘密告诉了一个小混混陆明 并想办法让他获得缓刑 指望利用这个年轻人替自己复仇 而陆明仅记着大安人的一句话 什么都别说 周一璐原本紧闭着眼睛 忽然觉得眼前一亮 随着陆明的一声大喝猛地睁开眼睛 看看房间四周 发现一切依旧 顿时恢复了理智 颤声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别问我 陆明这个时候岂能罢休 一把抓住周一璐的头发 把他拖到自己面前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不说是吧 要不要我马上给徐队打电话 看着周一璐 瘫软在自己腿上 吓得花容失色 忍不住心里一转 缓和了声音说道 只要你说出杀害我妈的凶手 我就放过你 要不然 非让你身败名裂不可 难道你想尝尝耗子里的滋味吗 周一璐哭泣道 就算你放过我 他们也不会放过我 他 他会杀了我儿子 陆明一听 就知道周一璐肯定受到某个人的威胁 于是劝慰道 如果他死了 他怎么能杀得了你儿子呢 周一璐一愣 可随即就摇着脑袋哭泣道 你 你杀不了他 他是个魔鬼 陆明心里着急 伸手就在周一璐饱满的屁股上 打了一巴掌 喝道 杀不杀得了那是我的事 你要是不说 这笔账只好算在你身上 要不是看他对你还有点好印象 我可没有工夫跟你废话 再说了 我斗不过他 不是还有徐队吗 周一璐爬起身来抽气道 可 可人家也没有证据啊 他很狡猾 肯定不会自己动手 到时候我一支不住他 我儿子怎么办 陆明有点哭笑不得 问道 没证据 没证据你怎么知道是他干的 我猜的 周一璐泪眼朦胧地说道 陆明恨不得在那圆溜溜的屁股上 再来一下 恼火的 那也不能乱猜啊 周一璐见陆明 有意无意瞟自己 这才知道害羞 拉过被单裹在身上 悠悠道 那天你给我打电话 说要自首以后 我马上就告诉了他 他还特意问了 你妈关在什么地方 说来也巧 你妈关的那家宾馆 正好是陆老门开的 当时我就担心他会不会乱来 不过 也只是怀疑 他会不会借此挟持你吗 没想到第二天 你妈真的死了 我吓得没敢再 再跟他联系 早晨他打电话来的时候 我说不干了 他就威胁我 陆明拿出一支点点上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说道 是不是他由我来判断 你说 这个陆老门究竟是谁 既然姓陆 应该是陆家镇的人吧 他怎么会对 说到这里 好像意识到什么 一把抓住周一璐的胳膊 失声问道 他是不是财神的亲戚 周一璐愣了一会儿 随即无奈地点点头说道 就是 就是陆家老四 陆建华 陆家老四 陆明马上想起 财神遗嘱中的交代 按照财神的说法 陆老四 在他几个叔伯兄弟中 算是忠厚老式的 其他几个兄弟 都在财神出世以后 和他划清了界限 唯独陆老四 跑到东江市 给他送过伙食费 并且还说 自己有什么困难 可以去找他帮忙呢 想到这个 敦厚老实的陆老四 竟然早就在暗中 觊觎赃款 并且出手狠辣 为了阻止自己 和公安局合作 不惜向母亲下毒手 看来 财神也有看错人的时候 这个陆建华是干什么的 你怎么会跟他扯上关系 甘愿为他卖命 陆明还是吃不准 陆建华是杀害 自己母亲的凶手 毕竟 觊觎财神赃款的 可不是他一个人 母亲被抓的消息 也不仅仅周一露一个人知道 不过从时间上来看 陆建华的嫌疑最大 周一露已经停止了哭泣 眼睛红红的 只是脸色有些苍白 也不知道是被陆明 还是被李翠莲的亡灵 吓成这样 听了陆明的话 自不情愿地说道 陆建华在镇子上 有一家汽车修理厂 平时也没什么事 老是看见他 在和平公园喝茶 为人沉默寡言 走路总是低着头 外号叫老闷 不过这个人 看似蔫蔫的 可鬼点子特别多 而且心狠手辣 镇上的人都怕他 前些年陆建民 当行长那会儿 连镇长见了他 都要客气几句 在镇上也算是一霸 陆家镇一霸 不用说 都是财神当行长那会儿 用钱培养起来的 镇上的领导 为了搞点贷款 哪有不巴结的道理 只是陆建华怎么知道 自己掌握着 财神赃款的秘密 难道财神 用那部电话 跟他通过气 天哪 这个陆建华 该不会就是那个 监督自己的人吧 你还没说 你是怎么和陆建华 扯上关系的 陆明问道 周一露撇了陆明眼 苍白的脸上 泛起一丝血色 神态扭扭捏捏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陆明惊讶道 怎么 难道你和他有一腿 周一露称道 你放屁 说完 忧艳地瞪了陆明一眼 低声道 我们 和他有点关系 陆明一听就明白了 感情周一露的母亲 和陆建华有一腿 并且 看那样子 肯定不是正常的夫妻关系 要不然 周一露就不会姓周了 你妈是他的情妇 陆明问道 周一露晕着脸 没出声 算是默认了 陆明好奇道 那你爸呢 你爸知道这事吗 周一露悠悠道 我爸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就没了 他帮别人跑长途翻车了 还欠了一屁股债 债主天天上门逼债 最后还是陆建华 帮着摆平了这件事 后来 我妈就跟了他 不过 不管怎么说 陆建华也算是 我们家的恩人 他不仅出钱 让我们兄妹 完成了学业 而且还让我妈住上了小洋楼 所以 当他让你通风报信的时候 你就忘记了自己是警察了 陆明问道 周一露哼了一声道 我这个警察的工作 也是他替我安排的 我哥当兵 也是他安排的 你说 他让我帮个小忙 神家能不答应吗 再说 那些钱 本来就是他哥的 陆明急忙问道 那他怎么就这么肯定 我手里掌握着财神赃款的秘密呢 周一露称道 神家哪知道那么多 反正 他私下教你小财神 陆明心中一动 心想八九不离十 就算陆建华不一定知道 自己掌握着财款的秘密 可起码从财神那里 听到了什么消息 财神说不定 在临死前 和他这个信任的兄弟联系过 说不定 他就是那个 帮自己判缓刑的人 虽然自己的案子 是在东江市判决的 可既然陆家势力这么大 在那边 自然也能找到关系 这事你妈知道吗 陆明问道 周一露摇摇头说 我妈就一个家庭妇女 怎么会知道这些事 她现在和陆老门 也不太来往了 只是彼此面子上过得去 陆明心想 多半是人老猪黄了 陆老门自然也就没有了兴趣 这对母女简直是极品 别看周一露是个警察 可从第一次见到她 就感觉这个女人骨子里 都透着一股魅劲 缺少徐晓帆那种 职业警察的冷峻 这种本性的形成 多半是因为她母亲的关系 一个给人家当小三的女人 还能指望她有什么正义感 好在周一露心灵还算善良 起码还知道愧疚 要不然也不会被母亲的亡灵 吓得屁滚尿流了 想到这里 陆明哼了一声道 怎么 难道你以为自己洗得干净 粪坑里都下去过了 这辈子也别想洗干净 周一露一听 顿时恼羞成怒 一头撞进陆明的怀里 抽气道 都是你害的 你 真是命如客人家的杀性 陆明血气方刚 怎么受得了这种折腾 只好推开周一露 一本正经地说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徐晓帆这个女人 要是怀疑上你了 肯定会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周一露铲紧陆明 急切地说道 只要你不说就行 他没证据 再说 还有更大的事情 让他操心呢 陆明 人家什么都告诉你了 你该不会害人家吧 陆明板着脸说道 你把我妈都害死了 还指望我替你隐瞒 我为什么要替你隐瞒 你说个理由我听听 你 你刚刚骗人家 说话不算话 你是不是个男人 陆明忍了半天说道 那我问你 如果我想找陆建华算账 你帮谁 人家谁也不帮 陆明说道 那不行 你必须帮我 陆建华不过是你妈的情人 又不是你亲爹 就算他对你有恩 可你已经被他骗得 差点犯下死罪 就算互相扯平了 你也不欠他什么 何况他竟然还威胁你儿子 你对他客气什么 如果他是杀害我母亲的凶手 或者幕后指使的话 早晚有一天要他的命 周一路挟腻着陆明 似不信地问道 你这么文职彬彬的 难道也会杀人 陆明呲牙咧嘴地说道 人不可貌相 还好我妈不是你直接害死的 要不然 我准备让你陪葬了 刚才连杀猪刀都准备好了 周一路交呼一声 顿时缩成一团 不可置信地 怯生生地看着陆明 陆明继续说 不过你怎么也跑不掉 帮凶的嫌疑 你不杀别人 别人却因你而死 难道你不应该用实际行动 忏悔自己的罪行吗 那你要人家做什么 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 只要把那些银行账号交给他 就再也不参与这件事了 周一路撑倒 他答应了吗 周一路点点头说 答应了 那就好 陆明说道 然后点上一支烟 坐在那里皱着眉头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过了一阵 周一路悄悄扯了一下陆明的衣袖 人家想上卫生间 陆明闭着眼睛说道 你不是知道卫生间在哪吗 自己去啊 难道还要我站在边上 哼着小曲才能尿出来啊 周一路气得掐了陆明一把 恨声道 你要是再 再欺负人家 就别想人家帮你 陆明跳起身来说道 这么说 你愿意帮我了 这要看你让人家 做什么了 哎呀 先陪人家去外面 周一路犹豫了一下 陆明说道 不用去外面 工具房里有马桶 不会用 再说人家害怕 周一路晕着脸撑倒 陆明探口气 爬起来把周一路带到储物间 指着马桶说道 外面这么大的雨 你就凑合一下吧 你又不是出身书香门第 别穷讲究了 周一路没办法 只得气哼哼地撑倒 转过身去 陆明心怀鬼胎地 走出了储物间 等周一路出来 两个人回到卧室 只听周一路心有余悸地 小声道 陆明 我告诉你 可能是你妈真显灵了 陆明一听 忍不住打了一个机灵 虽然还不至于 害怕自己母亲的亡灵 可一颗心 还是砰砰乱跳 急忙问道 你怎么知道 周一路颤声道 先前我在外面上厕所的时候 本来也不会掉下去 可蹲在那里的时候 突然感觉下面出来一股阴风 然后好像 好像有人在我的屁股上摸了一把 吓得我一声尖叫 一不小心脚一打滑就 就掉下去了 陆明脸上阴晴不定 随即就在女人屁股上 打了一巴掌 骂道 你这婆娘胡说八道 我妈怎么会在粪坑里显灵 分明是你干了亏心事 心怀鬼胎疑神疑鬼 才不小心掉下去的 周一路已经被陆明 打了好几下屁股了 先前还觉得别扭 可后来也不在意 反倒把身子 缩进她怀里 哼哼道 明天 人家可没力气替你操办了 明天干脆早晨 我给小李打个电话 让她把骨灰送过来 然后顺便把东西买齐 陆明见周一路 在受到这么大刺激之后 还在替自己操心丧事 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经不住伸手 搂住她的腰支 低声道 那你就不怕被别人知道你一夜未归 周一路扭扭身子 撑道 人家就说昨晚在陆家这母亲家里没回去 陆明好像忽然想起一件事情 问道 都忘记问了 你丈夫是干什么的 周一路撑道 你管这么多干什么 怎么 难道她见不得人 该不会是你在外面给她戴绿帽子了吧 周一路骂道 不要脸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就算这样关你什么事 陆明心里痒痒 忍不住厚着脸皮小声问道 她要是知道 你现在光着身子 躺在一个男人怀里 不知道气成什么样了 没想到周一路动都没有动 只是哼了一下 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什么便宜都要占 顿了一下 忽然撑起身来 晕着脸 盯着陆明似笑非笑地问道 你说 如果不是因为要给你母亲守孝 今天晚上 你会对人家怎么样 陆明想了一下 严肃地说道 多半啊 会美死你 就凭你 周一路 张红了脸 邪腻着陆明 哼了一声 撅着嘴说道 陆明再不敢点火 赶紧言归正传 正色说 我想和你说说我的计划 不过呢 我可警告你 我现在可是光棍一条 你要是敢背着我耍什么手段 我临死也要拖着垫背的 周一路盯着陆明 吹气如蓝地说道 你想让人家垫背 有本事现在就来吗 干嘛非要临死才拖人家呢 陆明一听 急忙跳起身来 跑到外面的储物间 一边酣畅淋漓的排泄 一边大声道 我真是爱上你了 你真是个极品婆娘 刚刚提上裤子 没想到手机忽然响起来 不用看就知道 是蒋竹军打来的 心想 这婆娘肯定等不及了 逼到现在才打过来 倒也难为她 什么事啊 陆明装作随便的口吻问道 顺便撇了一眼卧室的周一路 陆明 说话方便吗 蒋竹军贼兮兮地问道 不方便 陆明淡淡地说 怎么 我听说你从官局出来了呀 蒋竹军惊讶到 陆明知道 蒋竹军现在急着 要裁身的第二封邮件 如果还不快刀斩乱麻的话 还不知道要纠缠到什么时候呢 警察帮我办丧事呢 今天没心情 明天再说 蒋竹军以为 陆明还没有从母亲被害的悲痛中 走出来 于是劝道 鸟人 也别太想不开了 谁都会死 难道你还担心 没有和你妈团圆的一天 陆明一听 心里就骂道 这死婆娘 就说不出一句人话 看来她倒想得开 怪不得做起事情来 不值死活呢 我说了 警察帮我料理后事呢 说完 不等蒋竹军出声 就把手机挂断了 这么晚了谁的电话 周一璐抬起头问道 陆明板着脸说道 你少管闲事 得行 周一璐娇称了一句 然后就像小媳妇一样 从床上拿了一个枕头 垫在陆明脑袋下面 既然拥有了彼此的秘密 接下来 两个人好像再也没有了隔阂 再加上周一璐 早就结婚生子 已然没有了小姑娘般的娇羞 反倒主动放出点手段 迷惑得陆明爱不释手 两个人除了没有共赴乌山之外 俨然就是一对少夫老妻 躺在黑暗中 狂荡一阵 密谋一阵 一直快到天亮 才纠缠在一起 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陆明毕竟心里有事 早晨天不亮就醒了 看着怀里的女人睡得正香 原本苍白的脸色 早就变得红瀑布的 说不出的撩人 以至于她搞不清楚 这究竟是梦境 还是真实的生活 毕竟 这一切都来得太离奇了 忽然想起来 今天是老娘大型的日子 顾不上再欣赏美景 伸手推推周一路 没想到 婆娘哼哼唧唧地 翻个身又睡了过去 忍不住还有点心疼 于是只好先自己爬起来 来到厨房 开始烧水洗漱 顺便弄了点早餐 这才回到卧室 强行把周一路拖起来 天路还没亮呢 起来这么早干嘛 周一路睡意朦胧地抱怨道 陆明说道 山里边亮得晚 等一会儿水根他们就要过来了 赶紧起来洗把脸 吃点早餐 对了 别忘了把手机里面的短信删掉 你这婆娘哪像干警察的料啊 周一路和陆明睡了一晚 香腮泛红 眉目寒情 白了陆明一眼 撑倒 谁像你这么不要脸 动不动翻开人家的短信 去把人家的裤子和鞋子拿过来啊 说完就掀起了备单 陆明实在看不下去 只能仓皇逃窜 两人吃过早饭之后 村里的男女老少就陆续地来了 这个时候 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 所以来的 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女人 以及留守儿童 因为什么都没有准备 所以来人都坐在屋子门口喝茶 好在水根 从村子小商店里 买来瓜子糖 香烟和抱着 陆明则掏出 从蒋竹军那里带来的中华烟 散发给抽烟的老人们 一些妇女 肆无忌惮地盯着周一路 叽叽喳喳 显然 他们认定这个女人 肯定是陆明的媳妇 并且知道 昨天晚上一直住在这里 你真缺德 竟然给人家抽假烟 周一路显然是女主人一般 给大家泡茶 一边把陆明 拉到一边小声说道 陆明一愣 随即明白 周一路为什么会这么说 他也不解释 神秘地笑道 舍不得抽啊 正说着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只见水根带着几个男人 开始在房前房后 燃放爆竹火炮 并且一路 放到了后山 李翠莲的长寿屋前 然后开始启动木门 周一路刚走到屋子里烧开水 陆明无意中 就听见坐在房头的三四个婆娘 在那里说着悄悄话 很显然是在议论自己和周一路 哎呀 你不认识啊 陆家镇有名的婆货 朱雅仙的女儿 听说还是警察呢 你是说老闷的聘头 小点事 谁知道究竟是老闷的聘头 还是老大的聘头 都搞不清楚了 不过啊 人家闺女还是不错的 不对啊 听说她走就嫁人了呀 嫁人就不能离婚了 你是说 小明找了个二手祸 哎呀 翠莲可能都不知道啊 要不然肯定不愿意 你别说 人倒是挺翘的 要不小明图什么呀 二手倒无所谓 就怕跟她娘一个样啊 虽然乡亲们只是误解 可昨晚 毕竟和周一路同传共诊了 此刻还有点缠绵 陆明忍不住一阵恼火 不过 好像大家都是在说周一路的母亲 所以只好装作听不见 心想 看来周一路的老娘 名声还挺大 连自己村的人都耳熟能详 想必一定风韵犹存吧 看看现在的周一路就知道 这些婆娘议论人家 无非是嫉妒罢了 想想自己母亲 守寡二十年 却从来没有传出一点绯闻 说起来还真没面子 难道自己老娘在男人眼里 就这么不堪 老娘啊老娘啊 你死得好冤啊 多亏亲戚们和乡亲们帮忙 三个小时之后 陆明母亲李翠莲 就入土为安了 陆明偷偷躲在一边 清点了一下 大家送来的份子钱 没想到只有三千多块 仔细算算 竟然还赔账了 一时就唉声叹气的 只怪公安局的人不太地道 搞得匆匆忙忙的 人家自然不当回事 好在母亲的丧葬费 按照协议应该可以报销 这么算起来 三千块也是赚了 只不过母亲大型 只赚了这点钱 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 按照相俗 陆明要披麻带笑的 在母亲坟前哭一场 可当他刚刚跪在地上 哭牵枪地的时候 忽然听见一声短信铃声 并且还是来自于 那部老头手机 于是趁着没人注意 悄悄掏出来看了一眼 简直有点不相信 自己的眼睛 只见上面显示的是 自己给公安局 报的那张银行卡 到账的信息 上面清清楚楚显示 到账三十万元 妈的 公安局的人还真讲信用啊 这么快就到账了 几乎和火化母亲尸体的 效率一样高 天哪 三十万 这可是从小到大 看见的真真实实的大钱呢 财神那笔钱 虽然听起来吓人 可想要弄到自己卡上 还不知道要冒多大的风险呢 可一想到 这笔钱基本上可以说 是用母亲的命换来的 陆明一时悲从中来 马上趴在地上 一边磕头 一边哀嚎道 娘啊 你怎么就走了呢 眼看着就要过好日子了 哭到这里 瞥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周一璐 又继续哭道 我的娘啊 你看 我把媳妇都带回来了 本想让她好好伺候你 过两天好日子 你怎么就走了呢 周一璐脸上一红 伸手就把陆明一把拽起来 说道 好了 你妈已经听到了 别哭过头了伤身呢 送葬的人听见陆明不哭了 就开始下山去村子里吃丧饭 陆明和周一璐走在最后 两个帮忙的警察 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你刚才为什么拉着我不让我哭啊 不就是让你装一下我媳妇 让我妈看着高兴一点吗 陆明抱怨道 周一璐称道 你少胡说八道 这里的人嘴长 说不定就给传出去了 你想哭 今天晚上哭死在这里 人家也不会管呢 陆明嘟囔道 你这婆娘有神经病吧 就是要哭给别人看的 没人看还哭个什么劲啊 周一璐掐了陆明一把 骂道 你小子真不是东西 还说孝顺呢 原来都是装的 陆明哼了一声道 我妈都被你害死了 我还怎么孝顺 你这不是放屁吗 周一璐警觉地看着四周 称道 你还说 昨天晚上你可保证过 以后永远不提这件事 陆明闷头走了几步 忽然笑道 你说怎么这么快 公安局的赔偿款 竟然到账了 已经到账了 不会吧 审批程序走完 最快要好几天呢 周一璐也惊讶到 陆明哼了一声说 这不明摆着吗 心里有鬼 生怕我反悔 所以快刀斩乱麻 妈的 要太少了 你就知足吧 这种赔偿一般也就十来万 一下赔了你三十万还嫌少 说实话 要不是正在风口上 范局长说什么也不会同意 陆明不服气的 不同意 我就闹他个天翻地覆 让你们局长都当不成 周一璐叹口气的 你妈都死了 你还是赶紧成熟一点吧 就算局长当不成 难道你还能讨什么便宜 最后吃亏的保证是你自己 对了 你这穷小子一下得了这么多钱 准备怎么花 陆明犹豫了一下 我妈的愿望是盖一栋小楼 可三十万还不够 等我凑够了钱 就把老吴拆掉 实现我妈的梦想 我看 你还是别瞎折腾 在这种鬼地方盖房子 还不如到城里面按街一套 有升值的空间 要不然就把钱存起来 将来讨媳妇用 你自己还是去找个工作 老老实实赚钱 这才是正道 周一璐建议道 陆明听了周一璐的话 心里还是挺感动 觉得这婆娘还是很淳朴的 说出来的话 尽管不是什么金语良言 可也具具在理 如果把蒋竹军和周一璐 做个比较的话 娶后者做老婆更实惠 蒋竹军那婆娘 天上地下 谁要是敢娶她的话 心脏的承受能力一定要好 你看看我脸上有什么 陆明把脸凑近周一璐问道 周一璐疑惑道 没什么呀 很干净 陆明失望道 还是没有眼力 难道你没有从我这张脸上 看出来我将来的辉煌虔诚吗 周一璐咯咯娇笑道 那都没有 只是看上去有点猥琐 陆明也不在意 笑道 不是猥琐 这叫特点 凡事成大事的人 一般都不会长得太中规中矩 总有那么一点缺陷 我的特点 就是看上去帅气中带点谦卑 低翻下四 所以不知道的人都认为是猥琐 周一璐伸手把陆明的脑袋转向自己 仔细看了一会儿 笑道 你别说 好像天上有点尖兮兮的 陆明马上说 所以啊 我这辈子当不了官 因为缺乏危言 但是啊 话还没说完 隐约听见有人在喊叫什么 不一会儿 就看见一个半大小子 气喘吁吁的跑上山来 陆明认得 这是水根家的孩子 在镇里面读初中 于是问道 是不是开始吃饭了 小孩摇摇头说道 我爸他们全部去镇上派出所了 陆明一惊 问道 去派出所干什么 小孩喘息道 我爸说你是个逆子 竟然为了一点钱 连老娘都出卖 有人说大姑是公安局抓去害死的 他们带人去讨公道了 我爸让你也赶快去呢 说完 小孩就跑掉了 陆明和周一璐面面相去 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后 还是周一璐说道 不好 可能有人泄露了消息 陆明想了一下 一拍大腿说道 肯定是陆建华 要不然还有谁知道我妈被抓的事情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他有什么好处 周一璐问道 陆明摇摇头说 我一时也想不通 允许他不想让我和警察达成协议 担心我把财身的钱交给公安局 那他也来不及了呀 你已经和局里达成协议了 也许这件事另外还有知情人 说不定是当地派出所传出来的 走 去看看 周一璐一把拉住陆明说道 你不能去 要不然就算违约 别忘了 你连钱都拿到手了 我看还是通知徐队吧 陆明担心水根他们要把事情闹大 公安局说不定会以为自己在暗中捣鬼 那时候不仅所有条件作废 说不定还会先抓了自己再说 另外他心里也很清楚 水根带人去闹事 表面上是替自己母亲打抱不平 可实际上还不是想趁机捞点好处 自己和公安局签订协议的事情 也没有几个人知道 为什么水根这么快就知道自己拿了钱呢 肯定有人故意泄露消息 不过这件事很复杂 也不一定是冲着自己来的 也许有人就是不想让此事平息 故意泄露母亲的死因 试图引起骚乱 搞不好是冲着公安局那个局长来的呢 说白了就是他们之间的内讧 那你赶紧打电话 你可要给我作证啊 我可一点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陆明急忙说道 周一璐没有动哼了一声道 昨天晚上不是挺神气吗 怎么现在也求人家了 你说句好听话 人家就给你作证 要不然这烂摊子你可收拾不了 陆明一听 二话不说 一把抓住周一璐的手 说道 那好啊 咱们现在就去找你们徐队 我们呢都去自首 周一璐甩脱陆明的手 撑道 死人 一点气量都没有 还男人呢 陆明哭笑不得 双手一拱 说道 哎呀好姐姐 快点救救老公吧 好歹咱们也在一张床上睡了一晚上 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周一璐踢了陆明一脚 这才掏出手机 给徐晓帆打电话 此时 陆家镇派出所的门前 已经里三层外三层 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 水耕带着本村十几个人 外加一些亲戚 披麻带笑 堵在派出所门口 几个人手里面 竟然还拉着一条横幅 整个场面 人声鼎沸 陆明坐在周一璐的车里 远远地看着 越看越担心 他知道 这些农民脑子简单 凭着一时冲动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如果情绪失控的时候 说不定 还会冲击派出所呢 还好母亲已经火化入土 否则 他们可能会把尸体 抬到派出所来呢 这种事情 又不是没有发生过 镇上的领导来了 周一璐忽然说道 陆明往前看去 只见几辆轿车 停在路中间 几个领导模样的人 挤开人群走了进去 只见水根河十几个人 马上把他们围在中间 唾沫横飞地说着什么 快看 陆老闷 周一璐伸手指着 不远处的一群人说道 陆明心中微颤 莫名其妙地一阵紧张 顺着周一璐手指的方向 看过去 只见 一辆泥桑轿车旁边 站着七八个男人 正指手画脚的议论 只是不知道 哪一个是陆老闷 哪一个 陆明急忙问道 周一璐好像也很紧张 就像担心被人听见似的 小声道 那个 戴帽子的 陆明仔细一看 只见那个戴帽子 是一个小老头 身上穿着一件 灰白的旧夹克 双手抱在胸前 微微勾搂着腰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个落魄老头呢 怎么也看不出 是威震一方的霸主 他跟前那几个 都是他的手下 这件事说不定 真的跟他有关系 周一璐说道 陆明把陆老闷 身边几个男人 仔细看了一遍 心想 如果陆老闷 是害死母亲的 幕后黑手 说不定 凶手就在这几个人当中 这样一想 眼珠子就有点红了 冲周一璐问道 你是不是已经 把我和公安局 达成协议的事情 告诉他了 周一璐称道 胡说什么 你以为他只认识 我一个警察 这点小事 还能瞒得住他 陆明和周一璐 说话的时候 眼睛一直没有 离开过陆老闷 只见他站在那 看了一会儿热闹 然后和一个男人 交头接耳了几句 那个男人 马上带着三四个人 挤进人群不见了 陆明伸手 打开车门说 你先回去吧 我在镇上转转 这里有什么好转的 你可别没事找事 徐队还找你有事呢 我就是随便转转 下午回去 再跟他联系 那你今晚 去村子里住 陆明想了一下说 徐队说 给我在城里 租一套房子 我还没有想好 到时候再说吧 周一璐惊讶的 他替你租房子 那你岂不是整天 都要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陆明吓唬他 你以为现在 就不是在他眼皮子底下 说不定我俩 昨天晚上干的事情 都被人看见了 你还是赶紧走吧 省得被别人看见生疑心 周一璐晕着脸说 昨晚我们干啥了 你别胡说 顿了一下 小声道 你该不会是想去找陆老闷吧 你可得小心点 我突然觉得 他这个人很危险 陆明说道 我找他干什么 我们昨晚不是说好了吗 他如果给你打电话 就按照我说的办 周一璐开车刚走 远处就传来一阵警笛声 陆明注意到 陆老闷 马上就钻进那辆泥桑车中 带着几个手下 匆匆离开了 陆明看看 派出所门口聚集的人群 外围少部分人 听见警笛声以后 慢慢散开 可大部分人 并没有动 似乎还听见 有人在大声叫嚷 他不敢在现场逗留 随着散去的人群 慢慢往镇中心晃游过去 据史料记载 陆家镇是一个 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镇 据说 三国东吴名将陆迅 当年因为参与立太子之争 而惹上祸断 他的族人 在他死后 为避祸举足南迁 后来定居陆家镇 因此镇上的陆姓人家 都把陆迅 作为自己的始祖 陆家镇三面环山 风景秀丽 发源于陵山的枝江 从镇中心传过 将陆家镇一分为二 东边为老镇 西边为新镇 加上周边大大小小 二十四个自然村 共有人口三十余万人 这几年 镇领导为了开发旅游资源 干脆把历史传说融入其中 不仅在老镇 修建了陆家祠堂 而且将一批古民居 重新修缮 作为陆迅族人南迁的历史遗迹 同时 在灵山修建了供奉陆训的大型庙宇 请来一帮和尚 整天焚香送经 聚集香火 倒也吸引了不少游人骚客 陆明的小学中学 都是在陆家镇度过的 所以对镇子上的一切都很熟悉 只是这些年不太回来 即便回来也来去匆匆 没想到几年时间 镇子竟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要不是街上还有几栋老宅子 说不定还会迷路呢 听说现在有钱人都在新镇盖房子 没钱的人才不得已仍旧住在老镇 可陆明觉得他还是喜欢老镇 且不说那些白墙黑瓦的老民居 那些鹅卵石铺就的小巷 即便是弥漫着整条小街的熟悉味道 都让他有种亲切感 那才是一种故乡的味道 不像新镇 到处都在搞基建盖房子 到处都是尘土飞扬 来来往往的大型车辆 鸣着刺耳的喇叭隆隆驶过 哪里还有一点千年古镇的样子 简直就像个疯人院 陆明就像是一个外地来的游客 在古镇几条老街 晃悠了一个多小时 眼看就到中午 他瞥眼看见 路边有一个银行贵员机 左右看看没人注意 就快步走了进去 当贵员机显示出 卡上三十万块余额的时候 他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尽管上午就接到资金到账的短信 可他总是疑神疑鬼 不相信这么大一笔钱已经到手了 当他试着 从贵员机里取出一千块钱的时候 这才有一种现实感 一颗心砰砰乱跳 那感觉就像是 这些钱是偷来的似的 离开贵员机 陆明再也不敢在街上闲逛 好像生怕有人看出 他是个有钱人似的 马上溜进了一家老四号汤面馆 点了一碗老汤面当午餐 心里却琢磨着 等一会儿还要不要去印证 自己心中的一个谜团 这个谜团解不开 就无法判断 陆老闷是不是和母亲的死有牵连 不过在确认那三十万块钱已经到手之后 他忍不住开始犹豫 觉得自己昨天晚上和周一路制定的计划 存在不小的风险 毕竟 现在公安局也在追查杀死母亲的凶手 如果自己暗中报仇的话 万一惹出什么祸端 到时候公安局可不会对自己再客气了 轻则收回赔偿 重则把自己收奸 那到时候母亲岂不是白白送了性命 何况按照周一路的说法 这个陆老闷可不是自己这种小角色惹得起的人物 目前看来 虽然财神已经死了 可他家族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打击 听说他另外两个叔伯兄弟都在城里做生意 并且实力穷厚 谁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在暗中紧盯着财神的遗产 搞不好三兄弟连起手来争夺也不是不可能 而作为财神的直系亲属 他们没有进入警察的视线 只有三个解释 一是他们和财神生前利益上的往来非常隐秘 没有落下把柄 二是他们利用和财神划清界限等方式 蒙蔽了警察的眼睛 三是政府或者公安局内部有人暗中替他们开拓 不管属于哪种情况 只要自己把陆老闷受以周一路 暗中通风报信的行为向徐晓帆汇报 首先陆老闷马上就会进入警方视线 可那样一来 岂不是把周一路给毁了 听说打起来了 警察抓了好几个人 突然 临坐两个吃面男人的低语 传进了陆明的耳朵 到底怎么回事 听说毛朱元一个婆娘死在警察手里 家里人不愿意找派出所给个说法 哟 这年头怎么经常听到这种事 不会又是警察抢尸吧 那倒没有 听说今天上午人已经葬了 这家人先前还以为是病死的 直到吃丧饭的时候 有个陆家镇的人说出了真相 哟 这种事闹也没用 再说人都埋了还能怎么样 多半啊是想多要点好处 这时 另一个吃面的老头凑到跟前说 奇怪了 听说呀 这事都好几天了 怎么现在才闹起来啊 一个男人问道 你知道这事 老头说道 我家邻居的小子呀 在派出所当连房 听说那个毛朱元的婆娘 在镇上一家工厂上班 那天被派出所两个警察 带到郝克莱宾馆问话 结果怎么样呢 那个婆娘再也没出来 好像是啊 被人害死了 派出所领导已经交代了 这件事啊 不许往外说 你们说 这里面难道会没鬼呀 妈的 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问过话就把人问死了 没听说过 说不定啊 是被警察打死的 要不然为什么要隐瞒啊 老头说道 这可不能乱说啊 警察呀 现在暗中追查杀人凶手的 听说连陆老闷都被叫去问话了 陆老闷 难道这事跟他有关 老头急忙摇摇头说 我可没这么说啊 不过郝克莱宾馆 可是老闷家的产业 以前好像是陆老大开的 这就不会错了 现在郝克莱的老板娘是小凤仙 谁不知道她是老闷的女人 这时 只见外面进来两个三十来岁的男人 一进门就大声吆喝道 老板 来两碗面 说完 大拉拉的坐在陆明邪对面 那三个原本一直在议论的人 见这两个年轻人进来 凑在一起的脑袋马上就分开 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陆明越听越心惊 没想到 母亲被害的那家宾馆 竟然是陆老闷开的 不知道派出所的警察 为什么偏偏要把母亲关在那里 是偶然还是别有用心 看来 陆老闷害死母亲的嫌疑越来越大 必须要解开心中的那个谜团 如果为了三十万块钱 就当缩头乌龟 母亲地下有知的话 非气死不可 不过也有点说不通 如果是陆老闷害死母亲的话 她应该稀释宁人才对 为什么反而还要煽动闹事呢 这不是逼着警察追查真相吗 难道她这是在故意把水搅浑 妈的 不入虎穴焉得胡子 干脆今晚就在豪克莱宾馆住一晚 母亲是在这里被害死的 相信她的亡灵不远 就算在陪陪她吧 路鸣三两口就扒了完碗里的面 摸摸嘴覆了面前就出了门 在路上拦住一个行人 问清楚豪克莱宾馆的方向 然后就直奔那里而去